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電腦DIY產品開箱試玩的時候 今天和大家試玩的是 WD Black SN850 NVMe SSD 首先謝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就有通知了 其實這次的SSD 支援PCIe 4.0 和7000mps的讀取速度 是非常之快的 其實我自己也在玩 這個PCIe 4.0 NVMe SSD 但它屬於初代產品 所以速度上大概是5000mps 這次的7000mps 非常之值得期待 一隻這麼快的SSD 要配什麼主機板呢 其實是AMD B550 或者X570的主機板 就支援PCIe 4.0的SSD 但如果你正在使用的 只是Intel平台的話 暫時就要等一等了 等下這個Z490的主機板 搭配Intel 11代的CPU 再更新BIOS 應該會支援PCIe 4 暫時是AMD平台才可以玩 不過你有PS5的話 也可以試一試 但我沒有PS5 就試不到給大家看 但我自己正在使用X570 所以就立即用我的電腦 來試一試這隻SSD 有多快 我們立即去片 開箱 一拖出來 有這個保用資訊 加上有一個SSD 沒有其他東西的了 打開它 拿出來看看 這個SSD 沒有跟任何其他HitSync 底下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簡單 我直接把它裝在電腦裡試一試 又來到最期待的拆機環節 我這次要安裝SSD 拆開卡 好 先關機 現在剛剛開啟了 先試了一塊PCIe 4.0的SSD 大概是5000Mbps 接著我們會再試新的WD Black SN850 開始了 接著我們看看結果 今次的WD Black SN850 SSD 速度上比我之前的快很多 大家可以明顯地看得到 大部分數字都是大幅地快過之前的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讚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便有通知 希望你 оказ看到 我的頻道 其實說到100,000 超群 landed